相传中国古代 在当今陕西耀州的赵金香山一带 藏有一个秦宁国 妙善公主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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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点 来 喝点水 谢谢你们 你们都是好人哪 你们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对儿 去找点吃的来 嗯 快点啊 谢谢你们 我们全家人 都在这场洪水里淹死了 就是我一个人了 天地也没了 妈 妈 妈 她娘 我跟你说 不好了 此人短了瘟疫 怕是活不了多久了 怎么办呢 这些年 这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河堤绝口 洪水斑滥 死了不少人 现在又流行了瘟疫 这日子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幸亏我们住得比较偏僻 原言牺牲 嗯 嗯 这人怪可怜的 你再帮他看看吧 禀主上 姚玉和河堤多处绝口 百姓受灾严重 瘟疫流行 死伤无数 臣恳请主上 开启国库 振济灾民 姚玉和不是刚刚修建完成的吗 怎么 会发生洪水泛滥这种事情 河水溃坝 有天灾 臣怀疑也有人祸在其中 何公大 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 天灾难料 即是人力可疑啊 天灾也好 人祸也罢 这有天知地知 有的人也知啊 这是什么意思 好像是有所指啊 在下不明白了 还请平时 不明白不要紧哪 早晚会明白的 明主上 臣请旨彻查此事 已诺 娘娘 三公主长得真可爱 将来肯定是个大美人 华儿 主上可曾来过 主上 一听说娘娘诞下一名公主 就走吧 公主就公主呗 反正也是本宫身上掉下来的兽 主上啊 一直想要一个太子继承王位 要怪 也怪本宫没有生太子的命 来 给他许个名字吧 你看 他眉心中间有一颗红质 能攻到大香山礼佛时 佛祖的眉心中间就有一颗红质 这孩子一定有善缘呢 嗯 叫他妙善吧 妙善 好名字 妙善公主 善儿 有件事 还得请您老出手相助啊 大人请教 眼下文艺流行 人人惊苦 灾民群情激愤 要求朝廷严惩探惠无力 郑国公这个老家伙 为利用百姓 借姚一和决堤之事 向我发难 咱们得想个办法 灾民的火 引到别处去 阻止郑国公的阴谋 言之有理啊 可大人 准备怎么做呢 很简单 这要过世大人告诉大家 现在的洪水 瘟疫 皆因天降灾星而起 只要将灾星济和神 就可避灾去暗 如果老朽没有猜错的话 丞相大人说指的灾星 你 郭氏大人 神算 妙啊 郭真是妙计 南部九 来了 两位赶走 听说了吗 国师大人 您解观天象 发现咱们在秦宁国里 有一颗灾星出世啊 难怪最近祸事不断 又是洪水又是瘟疫的 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灾难呢 什么灾星啊 快说说 这灾星是谁 据国师大人所言啊 这灾星 就是主上刚刚诞下的三公主妙善啊 这个三公主 是妖孽灾星 借胎转世 如果不重 大家都得造殃 心灵都不保啊 是啊 那怎么办哪 那灾星 可是主上的三公主 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平头老百姓 只能跟着倒霉 承命吧 怎么可以这样 一国之主 凡事应当为老百姓着想啊 咱们应当找主上要个说法 不能让这个灾星毁的大家要 对 对 是啊 要不然倒霉的总是咱们老百姓啊 咱们多联络些人 找主上给大家毁个说 咱们多联络些人 找主上 找主上 回温 lead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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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i I'm I's I'm 败国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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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参见主上 平身吧 王后 你不在后宫好好休息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臣妾 是为善儿一世来的 那就请讲吧 今日本宫来此 是想奉劝诸位 请你们不要再相信 污人污言 白白牺牲一个无辜的孩子 主上 臣有一计 吾爱卿 请讲 三公主不管是神还是妖 都反映出她不同凡人 那么 我们就让三公主 自己来决定生死 明日早朝 将她抱住宫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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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了 再等一等 再等一下 东宫公皇爷 称载 称载 愿你二人涮重 要不要杀 你不合适 你不合适 杀 杀母后求你了 快哭啊 我 让王妇带着公道去 王妇 娘娘 娘娘 婶儿 婶儿 万王孩子 万王孩子 放心我 两个人告诉你 这 大家 我来看 口声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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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爵呢 应该是他来禀报 回主上 皇爵带着三公主逃跑了 怎么个事 侍卫陈正与陈在和皇爵争夺三公主的时候 被刘庆诛杀 刘庆的一员同皇爵一起叛逃 怎么 三公主不是已经祭了和神了吗 怎么又追杀她去 主上 因为三公主入水不沉 皇爵认为由天佑她 决定顺天意 抗亡命 带着三公主逃跑 末将阻拦不住 请主上至罪 三公主入水不沉 是你亲眼所见 是末将亲眼所见 那你看见他们逃往哪个方向了吗 好像是大香山方向 知道了 如若有人问起三公主的情况 就说三公主已经祭了和神了 诺 主上 末将祭祝了 退下吧 诺 主上 李强呢 李强 他到附近去找水了 你去试点柴符 点得够我 诺 诺 真是用心良苦啊 诺 杏儿参见丞相大人 杏儿 王妃有什么急事吗 回禀丞相大人 三公主被四位皇爵救走了 现在还活着 你先下去吧 告诉王妃就说我知道了 诺 丞相 晓儿 客官 给我拿点吃的送到屋里面 客官要的什么 拿几个馒头去吃 好嘞 客官 您稍等 大人 里边请 各位客官是吃饭呢还是住店 大哥 大哥不好了 助长派兵追过来了 有没有见过几个男人 带着一个小孩来过此理 带个小孩 让我想想 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有的有的 是有几个男人带着一个小孩 他们住在哪儿 就在后院 走 我们来 留住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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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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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水还是热的 要求他们跑不了多远 快追 诺 我先去看他们 拿着 我喜欢大军 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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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李渊 你老大的胆子 你敢随风黄爵 且三姑姑逃跑 你可知罪 要杀要寡随你们的面 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我看你还算是条汉子 本不想杀你 识相的话 就说是黄爵和三姑姑下落 我陈三定当饶你小命一条 我李源岂是贪生怕死之人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要想知道三公主在哪 你就去问阎王吧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想清楚了 只要你说出黄爵和三公主的下落 我保你不死 要杀要挂随你们便吧 想知道三公主的下落做梦 既然你不想活了 我留着你白用 杀了他 走 这三公主走小路 这三公主大路应该的吧 大队 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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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打他报复 坐个宅子 好 大叔 来先台座好兄弟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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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别跑 别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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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成功 小聪 路 啊 啊 人家 是 三公主报过来 诺 稻草 阿姨 阿姨 朱儿好像发烧了 你快去看看 怎么会发烧呢 不愧是多瘟疫了吧 快去看看 来来 这三家多儿 怎么高烧不退呀 多儿等的是瘟疫 如何治这场瘟疫 我还没有研究出来 只能先开点药 让它先吃吃看 佛祖保佑 保佑保佑我的多儿吧 这可怎么办哪 皇军 娇处三公主 我可以保你不死 休想 上 未经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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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皇爵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只要你交恕三公主 我給你一條生路 否則 你將和你死去的兩個兄弟 一樣的下場 陳三 我的兄弟們都是好樣的 你都勸不動他們 以為能勸得了我嗎 抓活 抓活吧 三公主 咱們命大不大 就看今天的了 少少落書 好 王后 王后 楚善 你看善兒多怪啊 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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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仔細看看 這是枕頭 是枕頭啊 父母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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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救救這個孩子 好好照顧她 好好照顧她 走 走吧 我又管我了 到我家去 走 三娘 三娘 三娘快 這怎麼回事啊 快快快 這是壯士傷得不清 我帶她進屋去等這兒 這這這這 我快抱過去孩子 快 啊 啊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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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都是疼困难的 我 我 看 不要 想 你看 这怎么这么多杂草啊 这 这是艾薅草 艾薅草入药 这将艾薅草入药 没准有奇效可以治瘟疫啊 真的吗 我试试 我以前啊 总觉得先前的药方少了一杯 这究竟少哪位就是想不起来了 因为艾薅草这满山都是 我也就一时疏忽了 真的 那怎么说 咱们家多儿就有救了呗 我试试看 多儿 听见了吗 咱也有救了 什么也没搜到 我要见人死妖见尸 这附近可还有村庄 还有几个村子未曾搜过 这黄爵身负重伤 又带着个三公主 料想她也跑不了多远 附近这几个村子 挨个儿跟我搜 诺 驾 师父 你醒了 你醒了 是你救了吗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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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善儿呢 你是说那个小女婴吗 她在睡觉 那就好 真是太感谢你了 他爹可不得了了 当才听说隔壁村全是官兵 也不知道在搜什么呢 实不相瞒 官兵是来抓我的 把这个给我 这 我去检开他们 周老师 不行 你的伤还没完全好 你走不了多远呢 你这 这 你 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这 我如果不掩开官兵 你们都会受连累的 大嫂 附近有卖马的吗 有有有 那个 前边老四家 师父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善儿就交给你们了 别别别 这 这绝对不行 你 不行 快快去 快去 快去 报 什么也没发现 我记得还有几个村子没有搜 还有两三个没查 快去 快去 走 我还有 你 不能 没人 我 和 终这 没人 你们好 我 财心 我看儿童才是清净国最大的财心 有胜 这小子绝无生还的可能 这下给老爷可以不交代了 回复 阿丽 你看 咱多儿都病强好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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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幸亏善儿身上的爱好草啊 是啊 要不然 这瘟疫都不知道怎么能控制住 我病好了 我要能出去玩喽 这个瘟饺子就知道玩 你要跟爹接鸡鸡鸡鸡鸡 知道吗 知道了 爹 既然爱好草能控制瘟疫 咱们应该广施量药 救助乡亲 我也正有此意 善儿呢 爸 他睡了 善儿 可是咱们多儿的救星啊 是啊 要是这次瘟疫能除 它可是所有人的救星啊 是啊 王后病重 危机四伏啊 稍有不慎 王后就有生命危险 那 那怎么办呢 一会儿 我听说你和王后情同姐妹 是 王后代花儿恩重如山 要是有一个方法能救王后 你会竭尽全力吗 会 为了王后 花儿万死不辞 好 这件事老夫考虑很久了 为了保全皇后的性命 你光一个奴婢的身份是不行的 国公大人 你到底需要花儿做什么 请尽管吩咐 我想让你以西宫的身份 入主后宫 什么 老夫多管闲事 多此一举 国公大人 皇儿 皇儿答应你 师父 你看那棵树上挂着个人 快 苏江大人救下来 苏江大人救下来 我现在要扛你们了啊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多儿你呢 这 这准备好了 如果得了风寒 该如何用药啊 多儿 你先说 春柴虎是钱 桑叶是钱 还有呢 蜜蜂麻雀留钱 多儿 刚才你说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 善儿在小城教你 没想到你还是不会 连一个小小的风寒 你都吃不了 怎么回事 爹 我不喜欢学医 那你想干什么 我 我学武功 当一介武夫有什么好的 爹要让你继承 咱们宋家的祖传医术 师父 您别生气了 宋多哥也要慢慢学台诚 我会与他互相帮助的 师父您的放肆好了 还是善儿平放 不像这个臭小子 竟惹爹生气 爹 隔壁阿牛家 让你去瞧病呢 多儿啊 一会儿 把那风寒的方子 抄上十遍给我 是 你 是 跪为西公娘娘了 还像奴婢一样伺候我 太委屈你了 娘娘 您是知道的 花儿并不稀罕这个西公娘娘 在花儿心里 你 娘娘约是主子 这些年 你为本宫牺牲的实在是太多了 花儿 花儿 以后你就叫本宫姐姐好了 嗯 姐姐 咱们出去玩 师 师父让你插房子 你还没做完 又要出去玩吗 回来再抄一样 走吧 你干嘛去啊 不行 你爹会骂你们的 快点回来 早点回来 陈母 参见西公娘娘 罗将军岂有如此 快杀花儿了 你现在贵为西公娘娘 臣得当如此 孤城 台湾 我 宫姐姐 傅 回来 好 不想 说 去到你了 往后对你抱走三公主一事 一直耿耿运怀 挺记恨你的 别再刺激往后了 话 天孩子 天孩子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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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天孩子 是不是你骂她 是不是你骂她是野孩子的 啊 我就骂了怎么着 再骂一遍你试试 我就骂了怎么着 骂了我打你 就骂了不骂了 不行 你骂我打你 怎么着怎么着 怎么着怎么着 怎么着 别打了别打了 别打 不行 别打了别打 你再去 那什么 你再去 然后我说 你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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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再 granny 不许打架 更不许欺负人 听到了吗 听到了 听到了 那回家去了 走吧 走吧 你叫什么 宋多 你想不想学武功 想 为什么要学武功 老师妹妹 好 平曾愿意教您武功 学吗 师父 学说托儿一拜 不过几日 师父便回来找你 好 师父 那咱们拉钩吧 好 君子一言 司马拦锥 师父 君子一言 司马拦锥 照顾好妹妹 朱儿 站住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过来过来我看看 出去打架了吧 是不是 谁让他们欺负我们 又骂又打的 我打他们怎么了 谁让他们骂 杉尔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 说两句又怎么了 就这么娇气啊 还说不得了呢 我告诉你们俩啊 到祠堂去 跪在列祖列宗面前 今天的晚饭就别吃了 师父 宋多哥没有错 要错也是杉尔的错 宋多哥是因为 为善儿才打架 我去厨堂跪着 饶了宋多哥吧 朵儿 带着善儿去吧 师父 宋多哥本身就手术伤 善儿担心 宋多哥身体吃不消 师父想责罚就责罚善儿吧 善儿 别休息 咱们跪就受 你 你超愉叛 好漂亮呀 其实我很小就戴着 可能 是我娘给我留下来的 你娘 你娘在哪儿 我 我不知道 你娘在哪儿 一日一月一生死我恋 一草一木一枯荣我恋 谈世人痴迷不悟 命被轻枯萎那般 谈世人与海无边 理所命将终虚幻 未曾生 即便是苦难如山 怎待我心存余山 谈世人与河水 那江山 很久如歌 是沉默 未曾生 即便是苦难如山 怎待我心存余山 怎待我心存余山 未曾生